本地卖淫勾当扫之不尽 警方日夜取缔 不法集团却日益猖狂 武吉安曼反黄赌黑特别部队 昨晚突击吉隆坡复读一间卡拉OK中心 发现业者雇佣外籍女郎招揽客人 最终25名越南和中国女郎遭一网打尽 武吉安曼反黄赌黑特别部队 经过两个星期的明察暗访后 昨晚出队来到复读路的这一家卡拉OK中心 取缔违法劳工 执法队伍抵达时发现20位顾客正在寻欢作乐 初步调查中心内的外籍女郎 每次收取100到500令吉不等的小费 最终警方扣留25名越南和中国籍女子 以及一名看场人员 并押往旺沙马珠景区总部查办 另外国民反毒机构 昨晚联合国家登记局取缔雪兰儿安邦多家网咖 初步调查许多年轻瘾君子聚集在网咖吸毒 并透过网络赌博 赢钱后购入更多毒品 沉沦毒海 执法人员当场盘查50人 当中9人尿检不过关 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遭到扣留查办 目前疫情人在安邦反毒机构总部扣留所等候发落